MING PAO TORRO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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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... 好難喔 因為我覺得都很 像我平常自己會穿的衣服 比較個性一點點 然後又有一點設計感 就是不會太單調 我覺得 如果要選一套 我會選這個外套 我又很喜歡豹紋 然後 因為我衣櫥裡面可能都比較 單 色一點點 那這個有一點它的漫畫 但不會太誇張 然後又配上一些豹紋的設計 我就很喜歡 我覺得每天都可以搭配 然後又可以搭配 簡單的牛仔褲啊 或者是黑色的褲子 裙子搭在裡面 或者是它就 可能配一些比較 簡單的短褲跟 那個平口的 都覺得還蠻好看的 我的Prada是什麼 嗯 我第一個Prada 擁有的是他們的錢包 而且我現在還有 那個是我 好像已經有 十年前買的一個錢包 我覺得超好用的 因為它那個真的是不會髒 然後我就用很久 然後我買了它的錢包之後 我就有去買它的旅行袋 就是那個可以放護照啊什麼的 然後那個我也用了大概十年了 對 小的然後有那個 金色的Logo 然後是 嗯 欸 是皮 是 好像有一點那個 我忘記是什麼材質 但是它就是很耐用 然後不會髒掉 我真的用很久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換過錢包 我到現在都還沒有換過錢包 你錢包還是從你的 對 我那個錢包還在家 因為它比較大 因為我是買那個 這樣子的那個錢包 對對對 就母親姐會想送什麼給媽媽 喔 呃 對我覺得 就很適合寶寶 媽媽 我覺得它比較適合像 今年 不是毛丁那一款 但是比較優雅的那一款 對 就是有一點像 那個日記的那一款 對 對這個 就剛剛我最後拿的那個 因為媽媽它比較有 它是氣質性 像有時候我覺得 我跟媽媽拿的包包 都會有一點不太一樣 嗯 我幫她選的都會比較 可能 女生一點點比較 優雅一點點 對 但是我的可能就會比較 像毛丁款這樣子 就會比較有一點個性啊 比較基本款 然後 然後色彩不會那麼的鮮豔 但是幫媽媽我就會挑選一些 比較有金屬啊 特別的一些設計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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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